乌日区公园路是进出台中市区籍彰化的联络道路之一 平时车流量就相当大 加上最近这一带又增加许多建案 工程埋设相关管线 使得路面有些不平整与落差 考量到用路人行车安全 因此地方希望市府能够纳入路平专案中 尽快恢复道路平整提升道路品质 地方名单会同乌日区公所人员来到乌日公园路会看 这里是乌日进出台中市区及彰化的联络道路之一 平时车流量就相当大 加上最近这一带又增加许多建案 工程埋设相关管线 使得路面有些不平整跟落差 增添用路人行车危险 我们知道说因为最近周围有许多的建案 所以造成我们这个公园路的这个挖补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要向市府来要求 我们在年底之前 请市府拨这个路平的预算 让我们的公园路从武光路一直到这个光明路的这个路段 可以做路平的这个工程 让平整的道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乌日的乡亲可以来使用 地方名单表示 争取公园路进行路平专案 预估工程经费大约400多万元 名单也要求在路平实施之后 相关单位三年之内不得再进行路面管线开挖工程 以维持道路品质 我们市政府这边有超级一千万的违费费用 我也尊重我们认识这边的这个 这个协助和机器来进行路平专案的做法 因为那路平专案就是我们台中市最大的特色 建设是也很重视这个品质 那在这个孔盖下地 以及这个路整路平的这个品质方面 都是有目共睹 所以我们也朝这个方向来做路平专案 公所表示 公园路道路重铺预计年底会进行发包施工 另外麻园西西路也是多年未进行道路重铺 希望届时也能一并施工 让民众经过更加安全 接下来春风台中采访报道